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非常熟悉 春天的故事 这首描绘了邓公的功绩 让我们走进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剧 接下来我将分级讲述剧中小平同志的经历 那声音的传统也无意为偶然在桌面的海话 有一个契约 神话当地决心做的华盛 情意间当地几几几我的记忆上 我爱心了他看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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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士共和国国务员总理周恩来逝世 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震惊中外的事务运动 7日,邓小平被任意为事务事件的总后台,撤销党内外一切时期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夺走了24万人的生命 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保泽东逝世 我们的故事从邓小平家里开始 1976年的一个晚上,邓小平正在帮助瘫痪的儿子邓普方擦身 邓小平一边帮儿子擦身,一边和他聊起了他的工作 邓普方说,自己视频本是吃饭 我们都累了一天了,你那个想法是好的 不过,还是爸爸擦得舒服 来 靠在妈妈身上,来 靠到妈妈 来 不能吧 坐了 日夜睡嘛,睡活得很 还好 我看了一下 你说烫不烫 没有出床来 天哪 他门 他躺下 不透气就容易 无出床来 好 好 好了 我妈妈还一下 烫不烫不烫了 有烫不烫了 我来 还好 就是皮肤有些虎 童子 你那个修理五线电技术 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啊 爸 你就放心吧 只要政策允许 我修收银机 不但可以自食其力 我还可以养将 好啊 靠真本师吃饭 啊 靠得住 他腰哪个体 以后 以后告诉我 家里的孩子 出去 都要靠真本师 我等那儿 他们上哪里去了 邓小平问起妻子 菲菲和毛毛 还有蓝蓝去哪儿 来 走到 邓林和男的啊 还没下班啊 非非找他同学去了 哦 毛毛 是让叶帅家的那个警卫员 叫码头的那个 还有王胡子王震家的老大 给交走的 啊 跟孩子们说 这几天呢 就不要出门了 不敢当了要出大事 当天晚上 很多学生和民众 开始游戏 那咱们学校 毛毛 是让叶帅家的那个警卫员 叫码头的那个 能够往胡子王震家的老大 给交走的 群众们受他的感染 救国情绪高涨 还唱起 我还这么说 这几天呢 就不要出门了 来 不敢当了要出大事 后来还是另一个青年见着 把手拉走了 看着是什么 走快看 走快看 是 现在中央内部落伤 实际的机灵 叶帅 田园气氛的战场 说自己要放开 再也不够 建国却不愿意走了 田园叶帅的道路 同志们 最后建国答应去安徽 而田园 师父为害 燕子还散了一点 警察 他们 要他们一路保重 勾结上海方 英雄抢班夺权当女皇 上海部的民兵 已经开始发枪了 秦众家 看什么呢 你看 秦众家 秦众家 关键时刻 我们郑重呼吁 走快看 走 走走走 立即可以是郑小平同志的 引导职务 现在的说 我们只有靠小平同志 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 但如今 小平同志生死不命 同志们 我们只有大声的激务 尸骨未寒 小平同志 敬请 邓大人 勾结上海帮 你到底在打民人 林冬情мы奪权当女皇 杜大人 上海公人命名 已经开始打枪了 但游家 兴致生死炼 宗主 轻生的关键 我们睁手无欲 还唱起了 立即恢复 邓小平同志的 引导职务 现在 这中央 我们只有靠小平同志 能不能 就 从现在起来,这里也挺好,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向分管宣传工作人员带上电话,必须带上当中的电话,我不用求是,我服装重要的指示,现在,立即把电台党委转,和各部市场合备人照进行证,先开一个证据,从现在起来,我和这位就在这间屋子里放工,至少一周的时候, 吃的,喝的,孤独的导致,所有节目,都要进入严格上场,大家都是想要,我不能对我家,这是有人的冒险说,有人来抓他们,要他们赶紧操放,群众们被疏散,但是田园却不愿意离开,这是一场民俗国的斗争,破风统治下决心了没有,下落,他说, 我们绝不能做得来,千年,天下之事,律之贵乡,这种石破天津的大事情,非要有圆命周全,不属不可 是田园却,你们两个都已经上新传名单了,要想办法尽快离开北京,也不能回云南,可是 陈北,最好去南方找个地方躲一阵子,但是,家人们都表示,坚定支持邓小平,甚至孙孙表示,要和邓小平站在一起,国家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小妹,躲什么躲,我不躲,你说你们过来干什么呀,这多危险啊,做谭死同敌二,是田伯伯让我来找你们的,就算让我上段淘汰,我也不怕,你们两个都已经上清查名单了,要想办法尽快离开北京, 他说现在中央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好去南方找个地方躲一阵子,肯定会有大的变局,他还说,你们两个都已经关系太大了,会有事,最好分开走,我不想过,国家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家不想家,躲什么躲,我不躲,我不躲,我走,大伙俩做谭死同敌二,你再也不回来了,就算让我上段淘汰,我也不去哪儿啊, 我要去广州,金伯伯特别注意,你们一定要冷静,他说现在中央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你也去安徽,肯定会有大的变局,肯定会有大的变局,让你们一定要静观西边,不能妄斗,现在这个时候,我去安徽我找建红干什么呀,我不想过,你知道吗,现在人民群众的热脚都已经被我们点燃了,老子不自动,有的情深在,我走,不怕没材料,再也不回来了,今天,金伯伯,我们大大伙俩去哪儿啊, 是为了明天,我要去广州,我们大大伙俩才见,建国,是啊,建国,你也去安徽,去见我们那儿吧,燕子,现在这个时候,我去安徽我找建红干什么呀,你知道吗,的话,现在人民群众的热情都已经被我们点燃了,燕子说得对,哥,那我陪你一起去安徽看姐姐,小妹,你就别跟这瞎倒乱了,今天,你哥,他们这是去逃命的, 刀致,是为了明天,我们大大伙俩再返进,这行方怎么都,别说那么多了,快去看看老人位置吧,你们先逼躲一躲吧,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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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21,那儿是解放军啊,又和解放军? 赶紧回去 真是你巴士吸腰的 不会有出什么事吧 忙不走 码头跟你说什么了 现在情况非常地紧急 码头说 前两天将军 大闹怀人 中央政治局会议 快去看看老爷子吧 他说叶帅包庇爸爸 这此机呗里要求 中央政治局 批准正式逮捕爸爸 爸 妈 在那院里面还说 忽然间有好多解放军 对 我好像是八三四一的 还说 不会有出事吧 要枪背爸爸 码头跟你说什么了 现在情况非常地紧急 码头说 前两天将军 大闹怀人堂 中央政治局会议 说叶帅包庇爸爸 死机呗里要求 中央政治局 我也听说了 批准说 就是逮捕爸爸 都已经发枪了 连商店的鞭炮 都已经卖光了 还说 说什么 十号要不开什么 庆祝胜利的 还说 王红红 还说 拍的标准性 头发还是先 要枪背爸爸 对了 码头还说 他听见叶帅 一个人在房间 夺顾的时候 自言自语地说 爸爸 最后的事可以听说了 就是上海的公务 都已经发枪了 老自己深情 党内即将出现大的变迹 跟我守国 人家都要 适合老牌 秀出什么大牌的 当年有个死人 他们是把我看成 严重金的中刺 自己已经被打倒了 我一生有三次被打倒了 马头还说 老话说 他听见叶帅 一个人在房间夺步的时候 如果说是死人帮上了台 对我来 最后的时刻 交道了 大大革命搞了十年了 有少器 活龙 陶醋 盆泉花 都要有这个 事实 事实 老爷子 好多人都会真的很惨 我们不怕死人吧 老北新的 我们可以团结起来 和他们斗 爸 我反复的意想 这样的革命 不管情况换上什么样 我们一家人 是我从十八岁以来 一直 对 有什么了不起的 想要的革命吗 爸 这样的革命有什么意思 咱们大经过了那么多都挺过来了 这回 这是个大死大非的问题 对 我不能我的个人的地势 上死的原则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兄 来 坐下 既然这样啊 我就放心了 不过血不压针 人帮啊 但是高不夸中国共产党 我不下地狱水下地狱 新年 我们继承麻烦主席的一致 代表陈安邦 陈安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的意义和冤枉 刘少奇 火龙 陶族彭德怀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和姚维言 四人方 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穷 我反复在想 这样的革命 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是我从18岁以来一直想要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情不一样 这是个大死大悲的问题 1976年7月6月 晚十一时至四日凌晨六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北京西郊玉泉山 整整开了七个小时的会议 回忆 移植营虎粉罪四人帮的重大决策 移植通过华国国家 总终于说得对啊 我不想记得你试一下定义 小平同志正在应对即将到来的火车 不管发生什么事 最后我们的夜间下定 我们都不怕 对 对 我不怕 是啊 老兄啊 这形势不太好啊 昨年啊 把家里的东西啊 给孩子们分一分 同志们 家里也没什么可分的东西 在开会之前 我宣布一件事情 今天 旧照片 我们继承毛主系列一致 代表全党 全局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冤枉 你们每个人都拿张照片 一局粉碎了 四人帮 算是留个念想 现在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和姚文元 四人帮 已经被扣起来了 接受审查 我坚决拥护 中央的土地 小平同志 正在应对 即将到来的祸事 邓小平最后召开了家庭会议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怕 对 对 我不怕 是啊 老熊啊 这形势不太好啊 昨年啊 把家里的东西啊 给孩子们分一分 家里也没什么可分的东西了呀 还有点旧照片 故意 也好 你们每个人都拿张照片 算是留个念想 好 这个合影啊 从哥哥开始给扑放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 在这生命无法的季节 走过冬天的人 渴望温暖 是你打开家门 向未来跨越 自由的空气 是那样新鲜 在这生命无法的季节 我的人生和山河 一起 改变 你老了 不过年轻了 不过年轻了 用你的神剧 听起强大的世界 在这生命无法的季节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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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花谢 自信在风云变幻之间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 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 我的人生和山河 已经改变